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台四线市合作交流平台再度召开 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了儿童保护7加1政策 获得机会市长谢国良 桃园市长张善正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共同支持 期盼地方与中央一起携手努力 消补社会安全网 邀请四位市长 我们共同拿着凝聚特色的礼盒 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师 会议前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 机会市长谢国良 及桃园市长张善正护正办首领 历经一年的时间 机北北桃市县市合作交流平台再度召开 今年以气候变迁及调试为主题 设定八项合作方案 轮值主办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说明相关合作成果 值得一提在交通组 我们有简单存折 这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市县市的交通局 决定公司 大家共同开会讨论 所以届时我们四县市会在4月1号开始 正式串接 台北市我们去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上路之后 得到的反应跟成果 非常好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扩大到四县市 刚好结合去年120交通月票的相关运据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 像台北市我们结合优游户 然后一打开 只要搭乘捷运公车 使用U-Bike 累积点 累积里程数 就可以换算 你累积减碳的数量 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 而且能够确实达到我们对气候变迁之后 相关因应及调试 希望逐步的达到2050建林摊牌的目标 另外今天的消防组 我们也特别针对跨县市 浅市灾害的通报机制 我想之前不管是大火 浓烟飘至台北市 我们即刻的改善来收批 建立了更完善的机制 配合静林排碳的会议主题 金融市长谢国良也宣布最新的 金融电动机车方案 将扩大适用对象并增加补助额度 基隆市为了推动电动机车的使用率 促进静林碳排的转型 我们宣布从3月29号起 基隆市政府加码补助电动机车方案 不仅让青年朋友免费的把电动机车骑回家 更祭出月资费最低只要零元 太旧放心 更可以领取一万元的奖励金 机车是我们台湾民众最习惯 也是最熟悉的运具 当然为了要达成静林碳排的生活方式 在大众绿色交通的建制上 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加速 让基隆市可以成为静林碳排的典范 桃园市长张善政则肯定 即被北陶市县市合作交流平台的做法 他也以桃园市政府运用 人工智慧数位治理 解决工地扬成的创新做法 透过平台将让政策效果加成 在这个大规模工地 大风吹过来扬成 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人工智慧的方式 来进行洒水 我们用这个空气的侦测 和这个影像侦测 在第三行下就做了一个 自动洒水 如果说阳城比较严重的时候 自动洒水 阳城马上就会被压抑住 我们在这些发展过程里面 把这些数位治理 数位工具的创意 能够想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说我们这个是可以贡献到我们其他几个城市的 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交流平台上面 每一个城市在某一个项目上面 如果有一个创意 我觉得这个平台马上可以把这个创意的效果 乘以四 放大四倍 另外一方面 过去的经验 如果说可以彼此借近的 马上可以透过这平台扩散出去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提出 包括环状线 金融捷运及桃云捷运局线等跨线市捷运案 强调新北市将负起责任 让北台市线市民众都能享有快速便捷的交通服务 我们跟台北市一直合作的半大组合线 新北的士林线 我们目前都把南防北防陆陆续续的开工 这个组合的路往 未来还有民生系组线 我们跟台北市的合作 我们预计到三月级 就会把中规报出去 不然是这个样子 我也看到基隆捷运 我们跟谢市长 跟台北市 大家一起合作 基隆捷运行政院 多次跟我们三个市长接触 那接触以后 新北市会承担起责任 不然承担起责任 会在先期的规划设计当中 慢慢的陆续的展开 希望基隆捷运 我们能够快速 大家一起合作 把它建立完成 不然这样子 我们跟台湾市 张市长 我们的三英线 拉到台湾达德这一段 在三月一号 交通部已经核定 要报到行政院来同意 那新北市也会跟台湾合作 新北市会承担起兴建的责任 另外针对近日引起大众关切的虐统案 强调没有人是局外人的台北市长 角湾特别透过这项四线市交流平台会议 提出儿童保护7加1政策 我们包括新北桃园基隆 共同的支持 大家也会全力的四线市共同 来推动7加1守护计划 包括我们共访机制 包括全日托儿童的守护 也就是增加房市的频率 那另一方面我们对于出养后 出养前中继安置 由保姆收拖 保姆的各项要求标准 要比照这样家庭 另外也建立优质保姆家长推荐平台 我想这些我们在7加1计划 大家共同努力 也会全力的来推动 这项强化修补社会安全网的政策 也获得基隆桃园及新北市 三市市长大力支持 由北市府提出的7加1方案 我们非常的认同 基隆市也有非常多的保姆 未来需要做优良的评鉴 必须要关怀这些保姆的身心状态 希望能够再让他们可以跟孩子 多更有爱心跟耐心 这也经过需要未来的一个训练 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天的7加1方案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会按照今天的会议结论积极落实 未来让孩子的照顾 我们会把它做得更好 在最近这个深坑里面的大火 污染 跨境的污染 还有这个虐头事件 这些突发事件 我想台北跟新北在里面都学到非常宝贵的经验 这宝贵的经验也透过这个平台 在扩散出来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 我想这个不管这些事件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从里面学到宝贵的经验 让将来如果再有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非常万全的准备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交流平台 我们也非常珍惜这些经验 台北市已经明了一个7加1守护计划 我们大家全力及北北桃共同的支持 那其中有关三方共法机制 强化我们的社工的仿视 以及危险的辨识能力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这样的一个合作的经验 我相信我们会跟中央做好公文 充分的沟通跟讨论 尤其在服务面跟法制面 能够把有所不值的地方 把它做得更完备 这是我们一直心的一个态度 世卫市长也期盼 从基北北桃市县市开始做起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并与中央一起携手合作 不让这样的悲剧憾事再度发生 记者张旗潘台北报道 接下来由带你来看 立委王宏威 罗志强 赖世报 召开记者会针对凯开虐童案 痛批卫福部长薛瑞源避重就轻 事发后台北市社会局 两度通报卫福部 卫福部都没有召开 重大儿童虐待事件的检讨会议 及任何的报告 保姆虐童案持续延烧 立委王宏威 罗志强 赖世报 召开记者会 王宏威痛批 事实上整件事情 卫福部责任这一大 社工和保姆都是卫福部 委托俄服联盟 甚至事发后 台北市社会局两度通报 中央政府如何能置身事外 这整个事情 它的流程就是 由卫福部委托儿福联盟 做凯开 这个幼童的一个安置 那么儿福联盟 它接到这个case之后呢 它把凯开转借给 就是跟儿福联盟合作的保姆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主要是由儿福联盟的社工 他们应该负责去做 访试 了解孩子的状况 所以事件发生之后 在去年的12月25号 台北市社会局 就要启动 重大儿童及少年虐待事件 防治小组的实施计划 所以分别在12月的25号 27号两度向卫福部反应 说要启动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做什么呢 是要召开重大虐儿的检讨会议 可是啊 在去年年底 两度跟卫福部反应 但是呢 到了12月27号 台北市政府呢 也做了一些措施 就是这个出事的保姆 他们就含令 暂停这个保姆的新的收托 而且在托育服务整合资讯系统里面 把名单下架 因为避免有下一个受害者 当台北市政府 去向卫福部通报之后 卫福部有没有启动 有没有开会呢 没有 他说 这个呢 不符合 这个相关的什么实施计划 最主要就说 这个计划 只是属于家内 保姆不在其列 然后又说 这个是司法案件啊 在司法还在走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先来看一看 反正 这个事件 一直发展到 在这个整个事件 被台北市议员踢爆之前 卫福部就再也没有跟台北市社会局做任何反应 立委赖事保指出 俄福联盟董事长林志佳 曾是立院秘书长 事件延烧后 行政院长陈建仁 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 发现提社工会烧到自己 改称立体社工 完全不提卫福部和俄盟 应付起的责任和义务 使打地方不提中央的责任 甩锅给地方政府 特别是双臂 特别是台北市 你看12日前几天的时候 陈建仁这么说 表示会协助地方 他可以不提中央的责任 蔡英文在12日他怎么讲 他发现是遗憾 脸书只发重述 不提这个事情 赖清德讲什么 13日报文检讨地方 态度批评力挺社工 这三位你注意看到 他的箭头很清楚的 就是带棚像 就是什么 地方政府的问题 有一个单位很重要 这是卫福部等于委托给 俄府联盟的 你们都不太碰 各位 你注意看到 为什么不太碰 董事长是林志佳 原先的立法院的秘书长 以前是台领的 到底绿的啊 他的执行长也是绿到可以的 就是变成很一样的台盟 接受社会几十亿的捐助 结果被 董事长 执行长 把他正式化 这才是令人觉得 很难过的地方 这件事情 道道地底是一个 社会安全网 不够的一个问题 不应该扯上 政治 可是 现在 几乎从中央开始 绿营的车位王军 铺垫盖地的 一直就建制 台北市政府 立委罗志强认为 事发后台北市社会局 一直积极要启动 重大儿童及少年虐待事件 防治小组实施计划 曾二度向卫福部反映 却未得到任何回复 整个的案件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那请问卫福部 对于俄福联盟的监管的部分 你有没有尽到 足够的责任 那在对于俄福联盟的监管的部分 有没有存在 所谓的监管的缺口 存在所谓的监管的不实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第一个要检讨的就是 卫福部跟俄福联盟之间 这整个监管的系统 监管的法治是否完备 台北市政府是在 悲剧发生的隔天 接到通报的同天 然后三天内两度 要求开这个 而虐的检讨会议 卫福部是反对的 我再强调卫福部是反对的 可是新闻爆开之后 你又回头说你要开 那为什么当时 台北市政府要你开你不开呢 三位立委同声批评 认为卫福部直到社会压力炸锅 15日才召开专家咨询会议 但之前都在为中央谢责 只会做政治语言 完全没有面对事实的勇气 记者李其会台北报道 台北花瓣野餐 周末在大安森林公园热闹登场 五大主题区包括了市集 毛小孩课程 音乐表演 及各项趣味体验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到户外 沉浸于大自然的怀抱 2024台北花瓣野餐 与家人朋友及伴侣一起到户外野餐 吃着美食搭配好风景 是人生一大享受 在城市中来场放松身心之旅 就要参加观传局举办的 台北花瓣野餐活动 周末在大安森林公园登场 一大早就吸引大批人潮 在盛开的花朵中沉浸享受生活 很特别很新鲜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刚刚都有去绕一圈觉得还蛮好玩的 我刚刚那边有很多毛小孩专区 因为觉得很多狗很可爱很喜欢 今天就是有看到观传局的网站 然后觉得活动好像蛮好玩的 所以跟朋友一起来 其实比想象中热闹 然后配合杜鹃花季跟一些摊贩 整个活动比想象中热闹 然后也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就是我的一只梦想就是 就是带宝宝可以一起来参加这种野餐的活动 因为我觉得野餐是这个亲子最好的一个 对而且今天很非常的荣幸可以赶上这个台北大安的这个 所以我们很荣幸可以一起来参加 小孩都很开心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设计的很漂亮 台北花瓣野餐活动将自然文化环保结合 规划五大主题野餐区 包括文青市集 音乐表演 毛小孩课程 瑜伽体验等 台北市吉祥物雄赞也来到现场与大家同欢 台北市呢每次从一月开始啊 是我们公园处负责的我们的花瓶胎配 花瓶胎配 台北市到处到处都有非常美丽的各种不同的花 代表台北市非常多元的面貌 叫我前几天去竹子湖 是我们纯白色的海绿季的开始 那今天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一代最有名的就是杜鹃花 那这次的杜鹃花还不止只有台北市的哦 我们还要谢谢新北市政府 还把万里的杜鹃花给移到我们大家身边公园来 所以你不用往新北市跑 就会看到台北市和新北市的杜鹃花 那今天呢这一个精心的设计 包括有我们的这个乐派队 还有朝国际 还有毛小孩 像我刚刚看到淑美里长就带着毛小孩来咯 那还有呢也说一下为什么今天动物园要来 大家知道今年是动物园建园多少年吗 今年110年 所以我们今年呢这也是会是我们的系列活动 就是我们动物园陪伴我们110年哦 所以毛小孩动保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主题 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月亲子会有一些月会画啦 共同亲子的阅读啊也在我们今天的活动里面 还有享乐活很多的同序各方面 也今天看到来很多好吃好玩 所以要谢谢今天所有来协助我们的各个单位 当然今天来到这边还要呼吁大家环保 走的时候就要把你的这个垃圾啊各方面带走 那我们呼吁大家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再来呢这边结束之后附近的商圈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消费 其实我们觉得说大岸森林公园是很漂亮的地方 而我们的市民其实我们办很多活动啊 可能都针对外地的观光客啊等等的 那市民的小确信我们应该兼顾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伙伴野餐 希望我们的市民啊这个也能够在自己的这个都市里面啊 能够享受市政府所办的一些优质的活动 然后让毛小孩啦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子也会带来 那家里的长辈一起出来 在这个不会太热那也这个天气刚好的时代啊 时候到这个大岸森林公园来看到很漂亮的花 还有充满生机的这种树木的新叶 我觉得会让人的这个心情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办了这样一个活动 希望市民都能够来参加 当然也这个在台北的外国人或外省市来的 我们也同样欢迎 因为这个是市民的小确信嘛 我们希望这个小确信可以长长久久 尤其市长对于家庭的营造他非常重视 那我们办这样的野餐活动呢 可以让家人一起来这边然后联络感情 连毛小孩都一起来 所以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活动 那这样的活动我们期待在台北市能够更增加一点 因为市长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爱家 非常爱这个家人的人 所以我们期待这样的氛围 也能够感受给我们 也能够渲染给我们全台北市的市民 让大家都这样来做 让台北变成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 我们这个活动有跟永康商圈 农泉商圈 还有公馆商圈等商圈来合作 所以我们有一些折价券 我刚才经过谈略的时候 听说折价券都卖的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明年继续办 我们会把折价券的规模扩大 让市民都能够这个享受到周边商圈 回馈给我们市民朋友的一些优惠的措施 借由今日热闹非凡的活动 市府也感谢市内的旅馆 发挥挤难救助精神 提供基态大值事件时 民众紧急安置场所 表扬善局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市公务局水利处 为了解决都市保水透水能力不足 及降低洪泛的风险 水利处选择福林路 及福林路100项旁绿地工程 做制洪池 期待完工后提升地区的降雨龙受力 想象水龙头开至最大 洗手盆下方水管一时无法排水 这时候洗手盆就会累积水位 就像是士林关底周边发生的积水案件 陈一市士林关底民沟排水容量不足以容纳 建坛山福林路北南侧及周边集水范围禁流 身为地区唯一的大型排水沟设施负担很大 因此台北市公务局水利处 要在关底门口旁设置置置洪池 提升地区降雨龙受力 士林关底置洪池 我们是利用公有的公园用地 来进行地下置洪池的兴建 那主要是这个地下置洪池呢 可以吸纳差不多有1万立方公尺的这个水量 那对于周遭的这个建坛山 从它建坛山山西下来是直接会有一些水 直接冲击到我们的福林路跟中山北路的路口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地下置洪池的兴建 完成以后把这些水量吸纳 那甚至上面的公园我们还是继续恢复把它做绿化 那对整体的生态跟主任体的这个景观 都是有正面的帮助 计划员起 我们为什么要兴建这个志洪池 是要解决哪一个地方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山北路五段 与福林路交叉路口这个积水范围 是一个易积水的地点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 大概是我手指的方向前方的交叉路口 根据统计从100年到112年 这个地方总共发生了8次的积水案件 上面这张是109年8月3号 中山北路五段积水的照片 下面这张是109年8月27号 福林路积水的照片 计划目标 我们要改善积水的状况 首先就要了解当地的排水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北路 东西两侧的排水都是流经福林路 最后排到中山北路五段470项这条大明沟 这是大明沟的照片 那福林公园它的排水是北往南排 最后也是流到中山北路五段这条大明沟 至于福林路本县是东北往西南流 最后也是排到这条大明沟 那也就是说下大雨的时候 四面八方的雨水都会往大明沟集中 造成大明沟水位高涨 于是上游交叉路口的雨水就无法顺利排入 于是中山北路五段与福林路就成为一个溢积水的地点 那如何解决积水问题呢 首先就要降低明沟的水位 于是我们计划在士林关底北侧的这块空地 新建制洪池 那下大雨的时候就将雨水导引到制洪池内 这样就可以解决当地的积水问题 那制洪池完工以后呢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保护标准 目前当地雨水下水到一个小时 只能承受60mm的降雨 那法规规定呢 一个小时至少要能够承受78.8mm的降雨 那我们制洪池完工后 不仅可以符合法规的规定 而且我们更提高保护标准到 一个小时可以承受88.8mm的降雨 接下来说明设计理念 第一个设计理念是多目标使用 我们制洪池的设计是 兼具景观与防洪功能 制洪池分成上下两池 最主要制洪功能是在下池 那上池我们设计成为一个景观生态池 平常可供民众休闲使用 第二个设计理念是节能减碳回收再利用 左边这一张是景观生态池的平面图 那编号1234分别搭配 右边这四张照片 编号1是透水铺面 透水铺面下方我们设置雨水基砖 可以将雨水除流回收再利用 编号2在湖周边我们有设置石楼造型的座椅 可供民众休息使用 那这个座椅也是用废弃的混凝土块 回收再利用制成 节能减碳又环保 编号3 跳岛步道我们铺设花岗原板 也是原本公园的材料 回收再利用制成 编号4 凉亭 凉亭除了可供民众遮衣休息外 那凉亭上方我们有铺设太阳冷板 它也可以提供循环抽水所需要的电能兼具景观营造 以节能减碳 第三个设计理念是景观营造 我们计划把景观生态池打造成为一个都市花园 它有三个特色 静 静 静 第一个静呢 就是生态池中央我们有设置跳岛步道 那行走在步道间可以享受被池水拥抱 让民众更亲近水 第二个静 我们生态池有设计跳岛步道观景名牌 水深植物 为社区民众提供一个更优雅清静的环境 第三个静 是在坡地后方我们有设置水梯进水植物 那透过层层的水植与植物进化水底 同时也可以呼应早年农耕时期的生活迹象 改造后致洪池分为上池及下池 上池周边有绿地池水步道复合植栽休憩空间 空间比现况更有效利用 并不会影响现有的绿地休憩地 这一次致洪池是我们花了4.6亿 那原则上就是要解决中山北路五段跟福林路 那一台一椅大概多盐水 那我们希望原来的这一个公园 如果能够做一个这个绿洪池 那让原来的容塑率 本来每小时60厘米的部分提高到88.8 那原则上能够这个解决这里积淹水的问题 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市民会担心 原来的这一些利化是不是会被破坏 但是这一点我请所有市民能够放心 我们不但要做好这一个绿洪池 那绿洪池完成了以后上面 我们还是会恢复原来的这一个我们的公园立地 那还会比现在不管立化或是拓水 那环保的生态的部分还会更生态 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开工最只要是能够取得双银 能够有公园也能够解决这里的积淹水 那这个工程我们今天开工 在115年4月2号我们就会完工 士林官邸志洪池东土开工 副市长李四川带领市府人员相关人士祈福 预计115年4月上旬完工 施工期间也会设置监测仪监测地盘 以确保周边建物结构安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一年一度的杨明山竹子湖海域祭活动开幕楼 除了有纯白色的海域田外 还有海域地景艺术 目前竹子湖海域进入盛开期 想要欣赏整片白色花海的游客 千万别错过 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 产业发展局长陈俊安 与北投区农会理事长开心地 与花田中柴花的小朋友合影 这里是阳明山竹子湖 拥有全台最大且唯一的白色海域田 每年的重头戏活动竹子湖海域祭 今年特别选在3月14号正式起跑 邀请民众一起来见证浪漫白色情人节 那我们知道今天开始 整个的竹子湖都会非常的漂亮 尤其竹子湖是我们唯一 全台湾最大纯白色的海域田 这个纯白色真的是我们很独有的特色 所以呢在白色海域田 其实我自己本身不管在什么角色 我都很喜欢来 因为它给我们感觉就是很平静 很纯净 很幸福 很浪漫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一直到4月18号 都要欢迎大家呼朋引伴好不好 一起来这边来欣赏美丽的美景 清新挺拔的立于水田州 纯白的海域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直说真的太美了 今年花矿不错而且天气很好 对 然后很美 翠绿与纯白相间的花海 让整个竹子湖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大朵的海域更令人赏心悦目 花龙表示 今年因为冷热交替频繁的气候因素 海域花开的较早 目前已逐渐进入盛开期 气候其实 跟往年比起来可能早一点回暖 所以今年花矿其实算还OK 只是开花的时间比较提早而已 那相对的可能花季结束时间会稍微早一点点 但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哦紧张紧张 哦左边吗左边吗左边 H H是告白成功 除了赏花外 由花龙们亲手打造的海域地景花艺也颇值得一看 不管是花田悄悄板造型棒棒堂 发条市区车等都充满了复古与童趣 为整个海域祭活动增添风采 花田悄悄板 没错 还有造型棒棒堂 大家很爱吃棒棒堂 没错都在里面 还会有呢 小时候有的叫做发条市区车 你们有看过吗 有看过跟我一样有年纪 小朋友可能有点难 还有大型的鸡木啦 大型的竹蜻蜓啦 大型的木猴啦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就记得一样 好好的去品味一下 为了增加农民展授机会 青年假将举办竹子湖在地市集 八岛干妈店 还与知名冰棒业者合作 在各农园推出花季农园限定水果冰棒 另外在信义ATT for fun 花博农民市集 及新北投车站 也会有花季造型胖卡宣传咖啡车 现场打卡就送限量海域图案咖啡 邀请民众上山赏海域花 我们都知道阳明山上 人文是非常强的 说明有很多是人文的走读 了解我们地方的历史 这很重要 再来呢 我们还会有在清明时节 清明假期会有所谓的 八岛干妈店 会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活动 所以清明假期 如果有朋友在中南部 欢迎来到台北 来到我们这边来过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假期 面积达96公顷的竹子湖休闲农业园区 是台北市最大的休闲农业区 除了传统农业 更能提供游客丰富多样化的休闲游器活动 邀请大家上山来趟赏花 西游走读野宴之旅 深度体验阻止胡之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今天一步电价审议小组 预计在4月起全面调整电价 创下19个月新高 倘若如果再加上医疗保健费用及房租涨幅 持续将会倍感压力 国民党团就严正要求政府 包括了农余用电教育等相关用电 以及330度以下的民生用电必须要动涨 国民党书记长洪孟凯提到 从2023年开始什么都变贵了 到了今年的2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冲破3% 创19个月的新高 且连续三年外食涨幅扩大 成为通膨隐忧 他质疑政府预计4月电价上涨之后 整体性的成本就会跟着上涨 最终消费者将承受电价上涨之后 万物起涨的苦果 2月物价年增率已经破3%了 实质的薪资不成长 我们要问民进党政府 你们还要不食人间烟火多久 4月份难道还要再带头调涨电价 造成另外一波让人民痛苦指数持续增加的状况吗 我们开场先用现在赖金德总统当选人 也是过去民进党立委赖金德 你曾经在马正普时代的时候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你的标题写什么 我们感到非常的讽刺 标题写 政府无能长始宿命 你们那时候整理物价涨多少 所得不成长 当时的赖金德 你人在这里 当时的赖金德 你在骂政府无能因为只会涨 政府无能因为不能控制物价 政府无能无法帮老百姓增加所得 我们今天我们党团圆风不动 把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画还给你执政八年的民进党政府 还有即将再上任的赖金德总统 要不要先面对国人 你们过去怎么骂 当时的这里 现在无能的政府就是你们带头出来的 各位媒体朋友 我想过去这三年 为什么我们这么沉痛 为什么我们让大声几乎 因为涨价已经是全民的共识了 从2022年物价上涨 百分之五十五%的人都看衰家庭经济 2023年 什么都变贵 涨幅大家都有感 到2024年 2月 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冲破到3%了 创19个月的新高 外食涨不破大 车回通膨的一丢 连续三年 好几年都在民进党政府 都在蔡英文总统第二任的时候 让国人感受到物价全面调长 而薪资呢 薪水2019年 2020年一直到2023年 到时候变成不成长的一个情况 薪水没有变多 我们常讲万物皆涨 唯有薪水不涨 这句话真的不是口号 这句话是人民真真实实的感受 这句话也是政府部门统计出来 告诉我们的结果 是不成长的情况 所以物价持续飙升 但是薪资不成长 而现在我们要说4月最重要的是 难道连所有能源最根本 以及所有民生商业最根本的成本 也就是电价 也要再涨一拖吗 再涨一拖 物价会怎么飙升 人民的通普指数会怎么做 立委罗志强认为 蔡政府酝酿涨电价的消息 已经好几个月 为何不能再等一个月 让赖清德自己来面对涨价政策 涨价 是不是你受益 是不是你同意 我认为这一波的涨价 就是赖清德受益 或者是他至少是他同意 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在质询民进党的官员 我问陈建仁 我说NCC的委员的提名是重大的人事 重大的政策 你会不会跟赖清德沟通 他说他会跟赖清德沟通 换言之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我认为这个看守政府 用短时全面巨大的涨幅 帮帮面面全部在调涨 涨价 包括挂号费取消上干 然后让挂号费大幅的涨价 包括这次电价的大幅准备要调整 都有赖清德的参与在其中 当然我请赖清德 你也可以站出来否认 或是你直接表态 你反对这种长死庶民 你的金句 无能政府长死庶民的这样一个做法 赖清德你站出来 否则很显然 你就是想透过看守政府以摆烂的方式 然后拆掉涨价的炸弹 你上任之后就把所有涨价全部推给这个看守政府 我在这边要引述蔡英文总统曾经说过一段话 这个政府在感受人民的痛苦跟人民的感觉真的差很远 我觉得很多的涨价真的要好好的从长期 这么短时间这么巨大的涨幅 对一般人民来讲真的是很大的负担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洪孟凯 副书记长郑正前 罗志强张家俊以及国民党立委 罗听伟业员之等人召开记者会要求包括农余用电 教育相关用电以及330度以下民生用电必须动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关心这个一岁难同招虐死案 见持续延烧 周一揭发个案的台北市议员陈兵甫召开记者会 批评新北市社会局在事发后 并没有具体改进检讨 一起来关心 记者会开始前 市议员陈兵甫先为男同凯甫之死 默哀30秒钟 陈兵甫表示 事发至今 新北市政府儿童福利联盟 不仅为具体监讨改进 新北市政府跟不好好检讨 反而讲些五四三 新北市跟儿童福他们做了什么反应呢 新北市到昨天晚上才发了四点声明 而且里面讲的全都是乱讲 包括我刚刚后面在提的 他们上面写的说 相关法是儿童福介绍 他们持续跟阿嬷联络 我们在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在在意的是他9月1号 由儿童福联盟转介到新的保姆之后 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关心吗 他们要把焦点放在 说跟阿嬷联系 去看的是阿嬷还是要看小朋友 下面也一直讲说 明代说法不实 他是男因求助之后就积极介入 所以他没有强制出养 出养是在之前的事情 因为有出养的事件之后 才有转介 才有到目前这个 令人罚子的保姆的身上 你新北市政府到现在不好好检讨 然后在那边讲一些五四三 另外我们再来看儿童 儿童儿福联盟 前天晚上 我跟儿童儿福联盟的秘书长 白秘书长有通过电话 他一再的跟我讲说 他们做了该做的事情 社工压力很大 督导非常地懊恼 他们也都睡不好 我也相信他们了 然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说 其实网路上已经流传了许多的照片 及最重要的是那些的LINE的对话 我还好心地提醒他说 依我看到的资料 老实讲很难相信 这样的保姆 是这样的社工 是真的有去督导保姆 因为他里面有提到说 保姆非常爱这个小孩 然后额头受伤 是大家所说的 是因为公元撞到 牙齿会磨 是因为牙医说压力太大 磨一磨 然后小朋友不敢跟社工对话 是因为小朋友害羞 如果说真的压力太大 小朋友压力太磨牙 是不是社工更应该去关怀 如果一个小朋友 不敢跟大人的互动 表示他是不是有所问题 更应该要去关怀他 更要去了解原因 我好心地提醒他 他跟我讲说 那个部分是因为家属 断章取玉截图下来的 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 我也相信他了 结果昨天检掉 去搜索 然后认为怀疑他 资料造假 然后还衍生了 上靠的案外案 陈兵甫认为 事发以来各单位都说 做了该做的事 为什么虐童案还是发生 孩子还是走了 若制度不改变 不把问题点找出来 憾事仍可能会发生 每个单位都说 他做了该做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 对台北市来讲 他这个案子 就是一个保姆收接收 开始接收了一个小朋友 开始做照顾 所以他们第一规定 必须要第一个月里面 去访试一次 之后一年内 必须去访试四次 就是每一季要访试一次 并不是像其他的民意代表 所说的 他们后面有四次没有去 并不是这样 是第一个月要去一次 后面一年之内要去四次 所以台北市政府 认为他没有错 新北市政府 认为说 我转介出去之后 我就是儿福联盟的事情 他并没有错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才说 以现有的制度 他们都说他没有错 问题是 凯开还是走了 表示现有的制度 就是有很严重的缺陷 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憾事 那至于大家 理性面来讲 法规面来讲 他们似乎没有错 但是感性面来讲 大家心里能承受 这样的事情吗 因为大家的互推皮球 造成这个事情 到目前没有人可以负责 然后甚至到了礼拜一 新闻爆发之后 大家都还在推卸责任 这个就是我无法容忍 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来召开 这样一个说明会的 最主要原因 如果说12月24 你已经没有做到了 老实讲 就已经该死了 如果这个小朋友 是你的亲人 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 你会怎么去处理 你会怎么做 我想大家都要有同理心 公务人员 甚至一般民众 我们大家都要有 这样一个同理心 12月24 已经错了第一步了 在这个礼拜一 整个事情爆发之后 更应该积极地来面对 而不是推卸责任 陈平峰表示 周一事件爆发后 北市府提出七点改善计划 其中一点是他一再强调建议 未来不应由单一人员去访试 台北市政府 至少他做了一个相对积极的动作 礼拜一早上 新闻爆出 他们在礼拜一的下午 他们就提出了七点的改善的一个计划 里面其中一点 其实就是我一再也要强调 也一再建议的 就是未来的访试 不应该由单一人员去访试 因为毕竟一个人 可能他有不同的见解 可能他的经验不足 所以有所疏忽 所以未来 我们希望是所谓的双访试 目前台北市政府提出的 是所谓的第三方 就是要两个单位一起去看 两个单位一起去看的好处是 第一个可以互相监督 到底也没有到了现场 像这一次 儿童儿福联盟被质疑的就是 我们这位社工 到底也没有亲自到现场去访试 如果是两个单位 互相在监督的时候 你无法去作弊 第二个 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开的访谈 一位访谈保姆 一位把小朋友带到旁边 去跟他对话 去看他的反应 甚至可以看他身上 有没有不寻常的伤痕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这是在这个时间点 马上立刻必须就去做改进的 才能避免其他的汗事再度发生 陈兵府也呼吁民众不要退捐 毕竟儿福联盟还有许多计划正在进行 不要牺牲需要帮助的孩童 但希望儿福应该要讲清楚 不要辜负捐款人的信任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如何让新药尽数上市 对病人提供安全且有效的治疗呢 临床试验是关键的一环 全球前20大的德国制药公司 百灵加英格汉 与全台最大的医疗集团 长根医疗财团法人 签订临床试验合作备忘录 希望加强联手 加速药物研发进程 造福更多的病患 请签署 在长根医疗决策委员会主委陈文俊 与百灵加英格汉总经理邱建志代表签署下 全球前20大的百年德国药厂 将与全台最大医疗体系强强合作 希望共同推广临床试验 携手加速创与药物研发进程造福更多病患 长根体系在台湾 可以说在民众的服务跟研究方面 都一直都是相当的 对病患相当的可以说是有利 那百灵加他本身在国际上药物的研发方面 也是为人所称赞 那我们这一次的可以说是强强的结合 双赢的策略 让台湾的民众在临床的治疗诊断 跟药物的应用 可以跟国际接轨 大部分的国际厂商想来跟医院合作 都很希望说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能够尽快地完成他的临床试验 那就诚如主委刚刚所提的 我们长根医院是全国最大的医疗体系 我们拥有丰沛的医疗的资源 以及我们的病人数 那同时我们必须很骄傲地说 我们也有全国最好的医师 所以厂商在长根医院进行临床试验 除了说可以加速他病人收案 而且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结果 这是我想是厂商跟医院双赢的部分 那台湾一直是我们百灵加英格 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地点 所以他公司也是希望在台湾这边 积极的发展临床试验 主要是我们台湾临床试验的品质 非常的好 配合度也很高 这一方面的深得我们总部的一个欣赏 所以我们也是积极拓展在台湾的临床试验 他同时也能够推动我们公司 临床试验的加速进行 这些都是双边可以获益的一个机会 百灵加英格汉总经理邱建子表示 目前百灵加英格汉在台湾 有23个临床试验正在进行 未来更将聚焦在包括癌症在内的 六大专科领域 同时希望以临床试验作为起点 扩展到其他产业合作 找到更多适合台湾病人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临床试验过往跟长根 其实合作的也相当的多 那我们当然后续的新药 我们也陆续推出 也希望说继续跟长根 甚至更扩大的进一步 在临床试验的合作 同时也想藉由临床试验为起点 甚至可以扩大到 其他方面的产学合作 那我们也会进一步的 推敲这些可能性 记者张其他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113年海军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再度到基隆港 开放磐石军舰 敌化军舰及成功军舰等三艘舰艇 周末在基隆港开放参观 吸引了爆满的民众 海军113年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这次那边磐石军舰 敌化军舰以及成功军舰等三艘舰艇 3月16号以及17号两天 在基隆港开放参观 第一天就吸引爆满的民众排队参观 海军也特别的规划 多目支队实施环岛航行训练 藉由开放参观 表演 联谊等活动 让国人广泛的认识海军 了解海军 而支持海军 在现今民主开放的社会中 现代化的国防 就必须与民众结合 国家的总体战力才可以发挥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副议长杨秀玉 和基隆市议员 以及基隆港务分公司等贵宾们 都受邀欢礼 并且对海军士官兵致敬 更希望国人们一起支持国军 本人请代表基隆市民 热烈欢迎113年 敦目远航训练支队的到访 今年海军供纳磐石舰军舰 敌化军舰及成功军舰 共同组成今年的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巡回各大港口 国防安全需要国人关怀与支持 海军主要任务 以及维持台海安全 需要对外航运畅通为目的 平时直循台海增防 以及外岛运补及护航任务 并世界资源各重大灾害防救工作 感谢国军有效地来保卫我们台湾的民众 也祝所有的官兵平安圆满顺利 并且在昨天我们除了金融市以外 也跟全国十多个县市的县市长 大家共同聚会讨论国阵 我想我们对于社会的安全网 对于我们的食安 以及对于我们的治安跟打击诈骗 我们都有一致的共识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跟中央政府合作 落实各项工作 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国军弟兄 看到你们非常精神抖擞的一个仪态 深深地为中华民国国军而骄傲 今天我们是一位向海军至上最大的欢迎 还有向保卫海疆的官兵们 至上最崇高的敬意 还有完全没有上线的支持 军民亲国家强 国防无庸 我们海军敦目的两天齐程 但对海军的支持还有理解 是我们每一位国民还有每一位基隆人 每一天都可以做到的国防工作 最近台湾的海防并不平静 我们面对不同面上的灰色地带骚扰 还有内部的劣劫 许多时刻都是国军停身而出 为我们的安居负重前行 我们都知道战争的成败在于新战 抵抗意志的坚定与否 人民适合对国军的支持 影响国家安全甚深 基隆是海防的重镇 北方海疆的门户 身为负责任的民意代表 我想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国军海军的吼顿 支持国防产业的发展 带头捍卫国家的主权 军民一心 军民合一 才能创造尊严台湾 而面对基隆的发展来说 我们也要再次代表这种市民 再向海军之上感谢还有祝福 与我们一起完成基隆市的四港再生大计 如今基隆军港席签的工程 已经几近完工 这是国防备战城市发展的双赢 是基隆还有国军 攜手荣耀这座城市的默契 还有骄傲 在海军人员引导下 民众也到军舰上面参观 了解海军现役武器装备 国家先进科技 以及台湾精品 国防自主 人文艺术和观光发展等成果 记者吴俊松 机统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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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客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接着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